一个星期前前首相纳吉被控挪用SRC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案的案件 全部七项指控被裁决表面罪名成立 被预令必须出庭抗辩 而针对他最前篡改伊马公司报告的案件 今天也如期开审 或许是还纯净在国阵补选大圣的美好感觉吧 那纳吉就位法庭常客呢 今天看起来是心情大好 涉嫌篡改伊马公司机场报告案今天开审 前首相纳吉今早出庭时全程面带笑容 似乎不被官司影响心情 审讯途中他依然在面指数上大力谴责西蒙政府 他被提控的七项罪状都需要个别审讯 而且法庭程序和日期还互相交错重叠 不过纳吉这单案件今天也出现意外进展 控方准备传造同样涉及篡改基潮报告案的 前伊马公司整裁阿鲁干达 转当控方证人以指证纳吉 而如果阿鲁干达最终为控方共证 根据代表律师的说法 高庭可能会撤销阿鲁干达所面对的串谋指控 与此同时 今天同样到法庭报到的 还有这位笑得非常灿烂的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他今天是针对自己涉及47项 失信和洗黑钱控罪案入禀法庭 挑战控方违宪 但最终法庭已审讯还没开始 若为阿莫扎西的申请时间太早了 拨回他的申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